如果有智慧的人 他遇在不同人 跟不同人的头发 如果他还是很本心 可能跟你说 是说好像有 compassion的慈悲的话 但他怎么样也会有wisdom 不一定咯 不过有wisdom的人 他比较compassion 就是会了 不过有些时候 有些人是这个强 有些是那个强 不过真正好的compassion 不要的compassion 都要伴随着智慧而来 不然的话 他的悲心 可是如果没有伴随着智慧而来 那么就很麻烦了 比如说了 如果他有很多的 那个人 那个人我观念 他的悲心 他对人家很自卑 突然间有些时候 人家没有对他的自卑 起正确的反应 或者是人家恩将仇报 什么的时候 他也发现 他的那个美德 他的自卑心 就像是粉碎掉了 所以他那个自卑心 如果一个自卑心 很容易被粉碎的 也不是好的自卑心 所以真正有自卑心 好的自卑心 稳定的自卑心的人 他也会有智慧 他必须有智慧 他才 不是说有了自卑心 他就会有智慧 是他好的自卑心 因为他有智慧 支撑 他的自卑心才会好 是这样子的意思 他这个东西 这两个自卑跟智慧 他必须是好像一个鸟的脂肪 这样的平衡 他不能一瓶飞的 一个人只是 一直满脑子想 但是聪明聪明聪明 他不会是真的智慧的 他只是很聪明 他以为他有智慧 可是如果他的情绪 智慧也不平衡 他自己不能够平衡的话 他只是IQ很高而已 所以有些IQ很高的人 生活搞他一团糟 因为他不懂得 他的生命里面 需要另一种平衡 另一种 他不知道 所以那种是聪明 那么有些时候会讲 真正的智慧跟慈悲 他们这种都是平衡的 真正的智慧也是平衡的 真正的慈悲也必须是平衡的 不平衡 他就不叫做真正的智慧 其实对自己好 对别人好也是在对自己好 我们对自己好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对自己好 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那么我们不会去 比如说我们对自己好 我们守无戒 守无戒 当我们守无戒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对众生好 对吗 然后我们对别人好 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因为那个业 所以我们肯定是好的 所以也是在帮助自己 所以佛陀在经里讲 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 因果真实不虚 然后你对别人好 也是在对自己好嘛 表面上是真的是 你把你的财务啊 你的好东西 你撕给别人啊 让别人啊 给人家好入主啊 什么 你是真的是奉献出去的 可是因果真实不虚嘛 从来没有浪费的嘛 没有什么东西 这样子你是对自己好 当你对自己好 你真正懂得对自己好的话 你会懂得要提升自己的法 提升自己 至少第一个步骤 他不伤害人家 那你就对人家好了 第二呢 你一直要提升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一个人提升自己 周围就给我们影响到的 整个环境都影响到的 所以这也是在对别人好 所以它是 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 有些时候 被扰明的优先 以这个为主导 也是以那个为主导 这样 没有矛盾 好好的对自己 也好好的对人 他们说做了功德 一定要影响 那如果没有影响的话 那功德不不见 或者或者就是说 生气的话 功德也不不见 那现在来到盘传 他们所谓的 就是说你做了功德 就是说就是功德 就会在那边 有时我们平常 因为 就要告诉自己 知道自己的功德 那么有时我们也就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有时 我们去到盘修 他们每个晚上都有影响 那我们如果用回向 我们过去 全部的功德再回向 这样也可以吗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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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当场的那个效果比较强 比如说 如果说周围有一些众生 就在这里等着你回向 你讲你过去的 他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过去的功德是什么 你回向什么 比他没有感觉吗 当然也有一些 想象力比较强的 他有感觉 要不然的话 他没什么感觉吗 所以你们当场 你在这里听闻的佛法 你提了很多善心 还是什么 他马上感觉到 你回向功德给我 我马上觉得得到 这样的效果 都有作用 然后基本上是讲 不要执着功德 并不是说当作没有功德 我们很清楚有功德 不执着而已 执着就会苦 不执着而已 然后并不是说 没有 不要去想它 就叫做不执着 不是的 我们明明清清楚楚 知道有因果有功德 可是我们不需要去执着 不是为了功德而去 真正就是要去 要护舍 不是为了功德 要去做这个故事 为功德也没有错的 为功德也是没有错的 只是 你就像你看菩萨 为功德 他是这个功德是好 这个功德是要朝往涅槃 要为别人涅槃 这个功德要朝往成佛 这个功德要朝往成辟师佛 都是功德 都是好 但那个也不一定是直做 只是现在你爬楼梯 你还需要这个楼梯 你就这样子爬 你抓着它 你用它而已 你不是执着它 执着它是包着那个楼梯 你这样子 然后你不放 然后有人家 把那个楼梯弄坏一点 或者是什么 你就觉得很难过 那个是在那执着 你是借那个楼梯爬上去 那要功德没有错 只是为了那个功德 私心很大 然后没有了爱心 没有了真心 不时也不是为了真心 那个就很不好 比如说我去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地方 他们供养我 他都不理我 独子饿 时间实施 还要我收给他受戒 我想受戒 等一下吃饱 他来受戒 他又不高兴 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你已经没有爱心了 对出家人 你请他来 你没有爱心 你要功德 这样子我吃到很不快的 我觉得就饿了 还要这样 然后你也没有功德 这样 这是他们只想他的功德 这样子就 这种叫做执着功德 没有真心 有真心 不同 有真心 你是要功德 可是你 你会很活了 你有真心的人 很自然 自我要功德 可是现在处境是这样 这个输家人 饿着肚子 也不可以 不可以为了我的功德 一定要受了五戒 一定要输家人 念了一大堆 他来供养 请给他吃保鲜 你一个无私的心 自我要功德 可是请给他吃保鲜 反而你功德更大 更有功德 因为无私的心 私者的圆满就有了 所以 为功德不是错 只是执着功德 不顾一切 为了功德 不顾一切 那种就不对了 你有真心的人 你不会的 你功德都可以舍得 没关系 现在就是为了你好 反正你这样子想 功德很大 如果有一个人 他们想走上 这个修行的这个道理 那 被否呢 就是说 很多 业障会陷情 这个会是 一个人的心理作用 还是 在现实 就是很多人 会遭遇到这样子 古时候之人呢 是他一修行 他的善功德 一直在出现 现代的人 可能业障比较重 然后毁邦啊 邦法啊 邦什么 所以有些时候 他不做善的 那个业障没有 从人家来得这么快 他一做行上 他的业障来得更快 其实是小小 其实是 没有一个定型 如果你是过去 做了很多善行的人 结了很多善缘 然后跟修行 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就做很多善事 人家修行 你就付人家修行 那么你一修行 你的善法全部承受 善法全部 善业全部承受 可是也有一些人是 如果你招下的业 是人家修行 你就妒忌 障碍人家 什么 然后你不修行 你没有这样多障碍 你不打坐 没什么障碍 你打坐障碍 来得更多 所以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我自己是一般一般 修行的时候 也有障碍 可是 基本上 当我走上出家的路 我的生命就走 这样很亮 就亮起来 基本上 我一出家 我的生命就会亮起来 只是障碍还是会有 因为我们过去 都是善恶 善恶 参差不齐 可是 我自己觉得 出家很好 他的那个 可是不管怎样都好 修行 我们不管那个果报 果报你管不了 你也逃避不了 你现在不修行 你迟早还是要修 未来世还是要修 你越拖越拖 还是要修 老不如我一直修 管他来承受 承受的不好 我就消 消业障 至少我能够肯定的是 我每一个当下 我累计的是善恶 是修行的善恶 这个比较可贵 这是我能够把持的 修行的善恶 我累计 那么那个果报 不要管他 如果说 我一修行 就一大堆恶业冒起来 我要忍 那我更加警惕自己 我不修行 就没有去冒恶业 修行 就冒恶业 那肯定就是 我在修行 有了一大堆障碍 那我更加要继续修下去 一直给他冒 冒到他过 所以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 你怎样都会想对 如果不要修行的话 我跟这个修行法 没有缘 可是如果这个 私圣地是必然要灭苦 必然要过的 你管他有缘没缘 没缘就要借缘了 不可以说 我这个私圣地 我跟私圣地没缘 我就不做 那你跟什么有缘 跟赌博有缘 那你这样去赌博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过去你 跟赌博有缘 可是你这个业 不可以给他成熟了 过去可能你用了赌的钱 来做两处家人 你借了那个赌的缘 然后这一次 一赌的时候 那个卡马就比较得起应手 可是不可以 你不可以给他这样子成熟 这样子的话恶性循环 所以基本上最重要的是 永远是对的 就是我们当下 做出最强的善法 永远就是对 这样比较可贵 当下一直看因果来 好不好人就好了